现在再来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省一直在坚持上诉 今日美国报道 美国法院批准重审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省迈克尔·斯凯克杀人案 认定当时他的律师未能尽责辩护 斯凯克2002年被判20年至无期徒刑 法院认定他在1975年杀害林家女孩 他和受害者当时都只有15岁 没有凶杀目击者和有利的法庭证据 斯凯克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上诉